太行天下己行盛孰能起 这里就是太行山脉了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润城镇 晋 阳 润 这三个字都是给予厚望 能够蓬勃生长的感觉 这几个字都有什么含义呢 为什么取作当地的地名呢 首先看《易经》 《易经》中有一卦 晋卦 春秋有一国 晋国 这个地方被称为三晋大地 这个晋本身有蒸蒸日上的意思 这个地方可是中华文化的发想地 晋城古属上党 自古就是我们的古代先民古人类活动的地方 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元明清 你能看到很多打仗的那种战争痕迹 就是在晋城这个地方发生的 小路哥亲自探访了一下之后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旅程 大家要准备好纸和笔 或者准备好截图 它非常适合抄作业 我们这一趟非常适合 您是三五好友也好 或者说家庭聚会也好 就按照这个来 每一站都充满了惊喜和期待 这沿途的风光已经在召唤我们了 赶快出发 说到干锅两个字 您会想到什么 干锅土豆 干锅菜花 还是干锅烧肉 都不是 那我要跟您说 干锅做的城墙呢 您见过没有 我就见到了 这就是您看到的我身后这十斤米高 密密麻麻 像马蜂窝一样的 就是无数的干锅 做成的城墙 但这个干锅呀 跟刚才咱们想象吃饭的干锅不一样 有相似之处 干锅是耐火容器 古人用来熔炼铁 当时所用的方炉野铁工艺 需要消耗大量的干锅 泽州府润城镇的煤铁资源极其丰富 野铁业非常发达 废弃的干锅也多得数不过来 当地人呢 就将这些干锅废物再利用 造起了城墙 也就为我们留下了 这独一无二的视觉体验 这个干锅是炼铁 可是为什么会用干锅来做墙呢 我们通过一个航拍画面 您可能就会找到答案 这座由干锅做墙的小城 名叫底济城 三面环水成半岛状 距今至少四百年的历史 在明代的时候 润城已经是全国的野铁重镇了 这里云集了非常多的匠人和富商大谷 而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天下大乱 这里的富商大谷呢 为了避免流寇的袭击 就要想办法铸造一个城墙 他们想来想去夯土石砖 这些都不好 我们有这么多堆积如山的干锅 它能经受住一千五百度高温的 野铁的历练 难道还扛不住风霜雨打和流寇的袭击吗 于是他们就发挥聪明材质 把堆积如山的干锅 加上河边的鹅卵石 变成了这样的固弱金汤的城墙 从这些干锅的纹理我们还能够看出 这里面是用了石灰和大量的铁蟹铸成 耐腐石 抗风雪 这也就是为什么几百年过去了 周围很多城堡 城墙都已经坍塌了 在经历过洪水地震等等自然灾害之后 只有我们底继承的城墙仍然保留到了今天 这座罕见的拥有铜墙铁壁的坚固之城 与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野铁用的干锅铸造了这座小城 而它所在的润城镇在明朝时 就曾专门为皇宫生产铁壶 时光虽然远去 制造铁壶的记忆却在传承延续 我们找到了当地的一位铁壶制作记忆 飞移传承人 带我一同寻找这铁的奥秘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地方和铁的渊源是怎么样的 这个渊源特别的久远 在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 第一把铁顶就出自于我们进城地区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器 那到了明清时期 我们这里是一个生产兵器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在很早的时候 就开始生产了 慢慢一直到现在 以迈相承流传千年的野铁技术 将所有历史的能量 注入一把小小的铁壶中 近年来铁壶再次流行 用它烧水煮茶 成为了一种新的风潮 更有人将它作为真品收藏 如今这把铁壶可是大有来头 不仅饱含非遗记忆 而且制作难度极高 那它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 这个很轻 大家看到的这个 如果你从远处看 像是一把紫砂 或者说泥壶 但其实它是辣的 颜色有点一样 为什么要做一个这种辣的 这种壶的样子呢 因为我们的工艺 核心的叫做湿蜡法 湿蜡法 是通过壳子里面 把这个蜡膜给湿去 再浇住铁水 我们的蜡膜修得越好 我们的铁壶就越漂亮 也就是说这个蜡的 现在这个模具的样子的精细度 对 决定了最后这个铁壶出来的样子 对 是这样 一块铁矿石 想要蜕变为一把充满韵味的铁壶 需要经历68道工序 45天的时间 这还要从它的源头 湿蜡法说起 湿蜡法起源于春秋时期 将蜡制造成形器的样式 再将耐高温的细泥浆 淋在蜡形表面 将粗细砂撒在泥浆表层 反复多次形成完整的形壳 开灶后加温使蜡溶出 形成形腔 接着浇住高温铁水 再经过去壳 打磨 上色等工序 一件精美绝伦的铁壶 才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制蜡时 首先要经过雕刻和开模 在得到的模具里 倒入液态蜡并摇动 使蜡完整而均匀地覆盖在模具内壁 之后进行精细修纳 其实在古法里面 我们古语 我们会把这一步叫做 婶婶们的修纳 意思也就是这一步非常重要 也只能教给自己的 这个至亲的婶婶们 这是在修这个 这是壶盖是不是 对 壶盖上面的一个 我们的花朵的造型 这个更精细了 这是壶的一个 它在把我们的壶线给修掉 它这个纱线 要不最后做出来以后 有一条线 非常影响它的整体的美观 吃蜡法属于精密制造 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更高 想要把蜡模修得浑然天成 可并不简单 有时候一个修蜡工 一天就只能修一把壶 咱说这么多 要不您试一下吧 小陆哥 上手感受感受 这个一定得上手体验一下 是 才能感觉的 来一个是吧 这么多 你看有这种小刀似的 全都是自己做的 还有这种小钩刀 像小镰刀一样的 对 您可以拿这一头 试试修修这个弧线 它这个比较好上手一些 是吧 这个就是 刚才您提到两个模具 在筑纳的时候 拼接处的这个弧线 这个是不能保留的 因为这个要保留了 那个铁壶也会有这么个线 也会有这么个线 不好看 就这么细腻的纹 也会有是吧 对 会有的 是 要把它修到没有的感觉 我 我试一试 试一试啊 就是拿这头是吧 对对对 然后轻轻地 去拨一下的感觉 哦 好 我觉得这个啊 别看我做了这么两下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修炼耐性的一个工作 你在耐得住 在做得住 我也知道为什么 让婶婶来修辣了 希望它后面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 所以你这每一刀下去 你的呼吸都要跟着去调整 不能太急躁 有可能一起躁 因为这刀还挺锋利的 对 它有一个祸口 整个这就 而且这就废掉了 因为修完以后 都会有一个老师傅 来检查他 检查一下 OK不OK 重量打标不打标 然后老师傅一看 这个还不对 打回去再重修 这经意修 对 很严格 一眼就能看出 因为这里会决定后面的 这里就没做好了 后面就不能做了 哎 是是是 像这个模具上 有这种小蜡孔 我们就得用这个是吧 对 我怎么感觉这窟窿 我越捅越深呢 婶婶们在笑我 在偷笑我 看我一眼 婶婶们在笑我 怕我 怕我紧张 反正咱俩都是 被他们审视的 婶婶在审视我们 修辣不仅考验耐心 工匠还要具备 相当高的审美判断力 才能将壶面上的图案 修复得流畅美观 我都不敢喘气了 看那特别精细吧 我当时每拿一下旁边那几个大姐 那个婶婶就怕我给她弄坏了 那肯定 那都是心血 对 前面的心血就可能就白费了 这个铁壶非常非常的复杂的一个工艺 咱不说九九八十一难 也是六十八道工区之后 才变成了咱面前的这把 制作精美的 你可以管它叫做艺术品 我们能在身上感受到器物之美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刚才你手里那不是辣吗 你看啊 它是怎么样变成这样的呢 好 带来了 这一把铁壶啊 要从咱们的这个古老的记忆施蜡法说起 先要做一个泥模 然后呢 在上面做一个硅胶的模具 在这个硅胶里面注入蜡 我们就得到一个刚才你们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蜡的模具 精打细磨 磨完之后呢 蘸上所有的里里外外的这样的砂石 就变成了现代这样 高温烧制 蜡嘛 遇到高温之后 它就失去了 就施蜡法 但是保留了 蜡模具里面的这些勾勾赫赫 注入融化的一千五百度的铁水 铁壶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它工序非常 非常繁琐 我这还是 就是极简化地跟大家表达了这个 所以这个做铁壶 如果有一步不慎 就满盘结束 所以在过去 他们都是这种家族的作坊 比如说这个是舅舅制壳 书博脱辣 婶婶修辣 父子胶筑 因为最后这个胶筑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要值得信任的那个人 你看一千多度的铁水 万一稍有闪失 这个失败了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记忆传承了千百年 其实真的是当地的制铁工艺 能够见证咱们国家的一个野铁历史 接下来咱们再跟着小陆哥回到片子里面 看看胶筑过程 有没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呢 如果说修辣需要心如止水 那最重要的胶筑环节 就可以说是令人热血沸腾了 将铁水加热到近1500度 再胶筑在壳中填充原先辣占据的位置 铁壶在这个时候极易损伤 往往一把壶的成败 在这一刻才能见分晓 有裂痕和壁后不统一的 都要丢弃掉重做 通常制作铁壶的成功率只有30% 胶筑这一步是制作铁壶的第几步 最后一步吗 不是 但是是委期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这个沙壳它有八九百度 然后直接去胶筑1400度的铁水 面对高温铁水 需要工匠具备非常好的协同性 当地有着父子胶筑的说法 父亲放置八九百度的沙壳 儿子胶入1400多度的铁水 胶筑过程中如果太快 沙壳内部纹路会被冲刷掉 如果太慢 铁壶的纹路就不清晰 所以这一环节需要保持铁水温度 匀速稳定的注入 现在这些1400度的铁水 在驶向它的终点站 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自己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 将会由液态的金属逐渐冷却 变成了固态的铁器 对 沙壳冷却后 还要通过青纱 打磨 着色等环节 让铁壶露出这最终的面目 一把铁壶的完成 至少需要经过30多位师傅之手 通过每一位师傅的古法制作 这每一把铁壶上都有了他们的温度 也正因为如此 这铁壶才有了自己的生命 一把精致的铁壶 从炙热的铁水中来 而这融于一炉滚烫的铁水 还能创造另外一种绚烂璀璨 打铁花这项记忆始于北宋 胜于明清 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 与当时的炼铁业和民间信仰息息相关 在明代 炼铁业蓬勃发展 铁匠们为了庆祝丰收 祈求平安 将炼铁过程中产生的铁水 进行打击 创造出璀璨的火花效果 刚刚老师傅 浇注铁水的画面您看到了 这1400多度的铁水 稍有不慎 就会像烟花一样炸开 或许是我们的家人师傅们 发现了铁水炸裂的这种美感 于是他们把这种稍有不慎 演化成了四亿挥洒 就这样 另外一项民间艺术诞生了 它就是打铁花 哇 太漂亮了 太美了 打铁花者一手拿着 成有高温铁水的柳木棒 一手用另外一根迅速猛击 成有铁水的木棒 将高温铁水 抛到了夜空中 变成千万颗粒 在空气中 高温铁水和氧气反应燃烧 发出耀眼的光滑 如流星四瀑布倾泻下来 铁水在豪气冲天 身怀绝技的传承者手中扬起 只见金花飞溅 绚丽而壮观 当千余朵铁花迎空飞扬 小镇的夜空犹如白昼 场面无比震撼 真是太漂亮了 不知道观众朋友 有没有和我一样 观看《打铁花》的时候 默默许下了心 真想不到 原来这样一个华北小镇 居然跟铁有着 这么深厚的渊源 小陆哥给咱带回来了 一个小问题 想念题目了是不是 对 这道题很有意思 是跟当地的方言有关系 你看咱们看了这么多 打铁 打铁花 当地是这么说了 叫打了天花了 什么意思 大家也猜一猜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负面的 就说好像什么事情没做好 有点表示遗憾的意思 所以一拍手 一皱眉 我答题思路是这样的 您讲 信号当中有一个字叫花 花的时候摊手 我就想什么画里边 带花摊手 这钱白花了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白费的意思 打了铁花了就是打了水漂了 所以恭喜二位答对了 答对了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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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打铁花的时候 我没有那种意识的感觉 还是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 尤其是当铁花的这种小小的灵星 飞到最高点 然后它一下就冷却了 然后在逐渐逐渐往下落的这个过程中 我真的是觉得还是非常赏心悦目的 确实是 大家看它这么绚烂 我近距离感受确实很震撼 我了解了一下 这个还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危险和难度的一种 我们非物质文化的记忆 它是像一个木质的这么一个凹槽的把铁水盛在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木棒这么一打 但就这么一下要练非常多的时间 一上来要拿一个这个砖头石块放在那个里面去打 你得打到这个十几米高 打完了这个之后换成那个泥沙 泥沙再去打 但是要求是力度和精准都要有 你不能一打散了 打到自己脸上打在旁人 这都是非常危险 千百年来我们可能金人和古人都享受到了铁花带来的这种绚烂 铁江主要组这些祭祀活动 铁江好像是祖师爷祭祀谁呢 太上老君用什么样的仪式呢 发现这个打铁花挑起来 让它变成一个花 然后这个祭祀仪式就特别壮观 而且又显示我们的记忆 所以这张打铁花这种娱乐活动呢 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我们最早的冶炼铁的历史就是在春秋年间 战果年间呢 我们有了更多的工艺上的提升和进步 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技术 叫铁饭的技术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壳 把这儿灌进去 以前我们只有打铁 现在有这个饭了 这就不用了 就是饭式的意思 对 铁饭嘛 中国是最早用铁饭来制作铁器的国家 但那时候打铁工业还不够发达 几乎就像是说壮大运 十有八九不成 等到了汉代呢 我们开始使用钢锅来炼铁 所以大家看那个钢锅做成的城墙 应该就是汉代以后形成的 那钢锅炼铁当中最棒最棒的一个技术结果呢 就是它有了钢性 我们把它称为炒钢技术 就炒钢技术和钢锅工具的使用 使中国这个炼铁工艺达到了巅峰 那么这炼铁工艺发展了之后 我们把这家大量的铁都用在什么领域中呢 不是生活 军事 而是战争 冷兵器时代 我们引述一首大诗人路由著名的诗 《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中国地大物博 我们国土面积那么大 为什么是山西阳城这个地方 它发展了这个铁工艺 发展了铁的行业 一开始我们炼铁的时候是用木头 用煤来炼铁是宋代开始的 那么中国哪儿煤最多呀 山西 而在宋代呢 正好这个进程又在北宋的版图之内 所以呢 必须要有煤才能有高质量的铁 所以呢 阳城这地方就成为我们炼铁的一个基地 其实炼铁不光能够形成产品 还能铸造人格 铁将在打铁的过程中 要有力量 要有耐心 要胆大心细 要坚韧果掘 要有艺术家的修养 同时要有战士的力量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英雄的出身铁匠 所以说中华民族钢筋铁骨的性格 铁骨铮铮的斗争意志 跟我们民族自身炼铁工业的发展 是密切相关的 包括进程现在的很多城市的地方的命名 都仍然我能看到 与铁匠相关的这些名字和文字 对 卢野之火是在此地熊熊燃烧 这样的火见证了多少岁月 里面有多少人的往事 我们像赵老师说的 随着野铁技术 我们的这种实用 慢慢演化出来的一种艺术的展示 对 充满了它独特的这种 历史的人文的魅力 大家一定可以去感受一下 所以很多时候 咱们去不同的地方 你看有的飞仪记忆 它会呈现出 真真实实 扎扎实实的一件工艺品 我们可以带回去 现在也有很多由这些 在它逐渐逐渐产生的过程中 所引发出的不同的分支 又形成了飞仪的表演 展示 让大家也能近距离地体会 大家看看这个精美的铁器 看看壮观的打铁花 你会有一种哲学上的收获 就是最美好的事物 要经过最痛苦的酝酿 感谢观看